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民进党立委赵天林发起的大高雄38区公益晚跑最终长2万人夜跑,今晚于高雄全京新兴临雅区登场,赵天林带领超过2万跑者一起穿越市中心再返回终点,传达他运动新兴记理念。 赵天林进一步强调今晚不是结束,如果成功入主是府,将访下东京马拉松,让高雄马成为台湾首场国际金牌赛事,往世界七大马拉松目标前进。 预参选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立委赵天林,选择以不同方式阐述个人理念,喜欢跑步的他,去年开始推出大高雄38区公益晚跑,到今天最终场共费15005天,累计跑完240公里,共有5万人次一起跑步。 最终场选在前京,新兴,林雅,这是赵天林自议员时期至今仨根十多年选区,意义非凡。 今晚2万人夜跑从文化中心出发,途经817报重建区,知名景点新绝江三多商圈,最后回到文化中心,全程8公里7阵营4名市议员参选人林志宏,张义里,李雅慧,黄玉玲全程陪跑, 展现团队能量,沿途不少民众拿着各式各样加油棒为跑友喝彩,还有民众自备锅碗瓢瓢盆,以打击月迎接跑者,跑友身上则配备发光小物,点点星光形成人和照耀高雄夜空,活动尾声。 赵天灵参与会高雄市民相许,要再成为金牌赛事。 高雄马再次相会,要让大家在运动新经济理念下,共享这座城市与台湾的骄傲。